好那咱们重点再回顾一下什么呢 先来说一下这个 State和LState 那么现在你说一下吧 这个State和LState两个函数之间什么区别 那么其实呢它的区别主要是针对于什么文件呢 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 对于一个链接文件 State呢它读取的 它读的是谁的属性啊 链接文件所对应的那个文件 对吧 那么这个State它直接读的就是链接文件的属性 反正所以说你在这咱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啊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昨天让你 让你自己说自己写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里边 你看我给你的代码里边 我用的是一个什么呀State 你说用这个State好吗 不好吧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用这个LState 如果你用State 你下边你判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出来的文件类型呢 有链接类型的文件 链接文件类型的吗 肯定是没有的啊 肯定是对应的是一个普通文件 所以说这个LState就是它的一个使用场景 你要实现一个Ls-L 用的最好的一个函数就是LState 那这是一个 那咱们继续再看啊 那这关于State的函数里边呢 有很多的属性 那么这很多属性里边 比如说外边这些值啊 其实我们都可以直接用 那么哪一个不能直接用呢 就是St Mode St Mode 它是一个16位的数 在这个16位数里边呢 它里边存着文件的类型和 我们用户对文件的操作权限 那么怎么把这些数据取出来呢 你看啊 它们虽然有16位 但是这个16位的被分成了四部分 分成了四部分啊 就是0到2位 就是最低的三位和再往上数三位 再往上数三位 然后呢 最最上面的四位 它们分别对应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好 那对于用户权限呢 每个权限啊 其实都对应一个红 好 那么这个红呢 其实后边有一个值 你在看这个值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8进制的数 而不是一个16进制的数 好 一个8进制啊 而不是16进制 那么其实 我觉得如果你想把这部分内容搞清楚 搞清楚呢 首先 你需要掌握两部分知识啊 第一个呢 能熟练的操作这个 各个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那么熟练操作呢 其实我觉得达到一个水平呢 把这个计算机打开 你能够快速的把它算出来就行了 计算机嘛 CALC 计算器 然后你把这个数输到这个位置啊 能够快速的把它计算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需要去网上查什么换团公式了 如果你感兴趣啊 你可以查一查 如果不感兴趣啊 直接计算器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 满足你什么呢 日常的一个需求 其实你 这玩意儿换算的多了 你自然你就能记住一部分啊 好 那这是一个 再有呢 比较重要的 你得熟悉咱们C语言里边的未运算 要未运算 哎呦 那么其实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这个安慰语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了安慰语操作的话呢 都是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某些位清零 安慰语操作就是把某些位清零 你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权限 一般呢 都是ST mode 语上这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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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把某些位清零 那么它是把哪一位清零呢 你看啊 这个4它就是100 所以也就是说把除第三位以外的位 全部清零 然后呢 用这个第三位的一和这个ST mode里边 第三位呢 去做一个安慰语操作 那么如果说 它里边呢 有读权限 那么肯定是一 那我们得出来的最终的这个数呢 肯定是大于零的 那么假设说 你这个数啊 它里边等于零 那么我们得出来的数肯定 值肯定为零吧 这是安慰语操作 所以说你在判断有没有这个权限的时候 你判断它是不是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 说明这个权限有 如果没有 诶 你在语完了之后 肯定是 肯定肯定是等于零的啊 好 那这是安慰语操作 你就记住啊 一般的我们都用它操作 都是给某些位做清零操作 对某些位啊 做清零操作 那么这个安慰或呢 安慰或 它一般什么呢 就是某些位啊 它原来是零 那么我们想把这一位呢 置为一 原来这个标志位啊 是零 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标志位置为一 那你怎么办呢 就按用这个安慰或操作 啊 用这个安慰或操作啊 好 那么这个玩意儿呢 安慰语惑呢 啊 我给你告诉你啊 这个安慰语惑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是啊 咱们在给某些数据加密的时候 用这个安慰语惑 比如说你说你比如说你在你想用做一个呃小的加密的功能 比如说我有我有一个小数据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100对吧 或者说我有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我在传输的时候呢 我就想简单的做一个加密 好像怎么加密呢 你给这个100呢 做一个安慰医护啊 然后呢 传输去 然后你接到这个数据之后 你给给这个收到的数据再安慰医护一次 是不是这个数据就回来了 是吧 哎 就是一个加密啊 就是说他的一个使用场景 其实有可能你之前学过啊 你也不知道他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啊 就是我 反正我之前在写程序的时候 也就是做了这样的操作 就是比较简单的加密啊 也不能说咱们特别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一个项目啊 他加密就是用了他做了一个加密啊 这很容易被破解了就 那所以说你如果是简单的想加密一次啊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安慰语惑啊 去做一下 好那这是关于咱们STMOD里边的一些知识点啊 那么这个知识点里边其实呃 其实来看一下咱们那个例子吧 你看一下我这个例子里边说如果我想实现一个lsls-l的一个功能 啊其实你抢最终呢在终端要输出一个字不串 那么这个字不串其实存在哪 它是存在一个数组里边的 就是我在上面28行定义了一个数组 数组里边有11个bet啊 就是说把所需要用到的信息呢 全部扔到这个数组里边去 好来看一下 首先呢会就是说判断一下文件的类型啊 不见类型因为说 每种类型的文件啊都需要做一个判断 所以说呢做了一个switch switchSTMOD 语商SIFMT 啊就是说预上那个研码 通过跟那个研码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最高的思维啊 最高思维以外的全部被清零了 啊 那么后边呢你就用得到的值呢 分别跟这七个红啊 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啊 对比如果他们相等的话 说明得到这个文件类型 然后你就 拼一个字符放到这个数组里边 哎如果说等于谁啊 就LD了杠了B了C了S了P了 对吧 这样做了一个拼借 啊你看下边啊 下边这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一直到第九位啊 他怎么判断呢 啊就是用这个STMOD分别语商 这个红啊 对每一某一位啊 做一个判断 看一下这一位的值 是不是等于大于零的啊 如果他大于零 就说明哎这个权限有 就把这个权限对应的字符呢 扔到这个数组里边去 啊那如果没有呢 如果等于零就是杆 啊就这样做一个拼借 然后后边呢 获取应联系技术 就FT的Nlink 那么后边啊 他需要获取所有者和所有组 那其实我们通过STMOD的这个数组呢 只能够获取所有者和所有组组对应的ID 在这个位置呢 用到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getPWUID 还有一个呢 是getGROPEGID 那么这两个函数啊 你课下呢 去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这两个函数 它是Links系统函数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通过ID来获取 用户名啊 就是文件所有者和所属组 啊 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这是它的反位值呢 你可以把光标放到身上看一看啊 好 就拿这个getPWUID 你看一下 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它需要getPWUID 它需要什么呢 咱们从这个State 结构体里边拿到的这个ID 拿到了之后呢 你看它就返回一个结构体 Stract Pasor 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结构体呢 下边是有定义的 你看在这个结构体里边 没有PWNAME 对吧 有这些一系列的信息 那么我们需要 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UserNAME吧 对吧 你就把这个结构体啊 返回值到 结构体里边的 PWNAME啊 把它 怎么着 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指针 把这个得到的内容呢 给它保存起来 就这样一个操作啊 那下面这个GID呢 也是一样的 它返回 它的返回值呢 也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也有一个GRNAME啊 就是用户组的名字 就了解啊 有这两个函数就行了 加上说有照一日啊 你需要用它们 那么你就再去查就行了 好了 那下面去改时间 好 那么这个时间呢 好 你看呀 咱们用这个CTIME呢 去做了一个处始化 然后最终得到 它做了一个格式化 最终得到了一个ZUCHAR 然后又对这个ZUCHAR呢 做了一个拼接 你客家研究一下 它这个地方怎么弄就行了 我就不再说了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内容 都准备好了之后呢 最终把它拼到一个BUFFER里边 通过这个SPRINT F 把它拼起来 拼起来之后 你在LS-L就能得到 跟我们挑SEL命令啊 一样的一个数据了 啊 就是你通过什么呢 咱们讲此类的函数来完成这个GUMER 那么其实后边我们又讲了低规独目录 那么低规独目录 客家有时间自己去把它搞一搞